Riding's never permanated 基本上你來住這間康橋 我相信你一整天都不會餓 而且它這裡的環境非常的漂亮 很舒服 超美 陽光灑進來一整個超美 因為它還有兩種口味的馬德蓮和可麗露 超誇張 大家晚安 今天2月要帶大家來臨近無盛夜市及國華街的康橋慢旅 住一晚 旅店房型提供2到4人房的選擇 雙人房最便宜一個人只要1105元 就有24小時點心吧 宵夜 早餐 一波30通通吃到飽的服務喔 我們今天住的是613號房 其實一進來的話 你就會覺得這個整間的感覺其實蠻棒的 因為好像蠻新的齁 好像兩三年吧 它的風格跟其他的康橋不太一樣 其他的康橋比較像商旅 那這個呢比較有那種文青旅店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的設計很摩登 那一進來的話呢 在旁邊它就是有水跟熱水壺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板子 其實它剛在check in的時候就有跟你說 它什麼時間點可以吃什麼可以做什麼 但我完全記不得 因為太多了 所以說在這邊呢跟大家說一下 早上7點到11點 它下午3點半到10點半 就是它的零食有包含冰淇淇淋餅乾咖啡 無限供應 然後7點到晚上10點呢 它有宵夜 反正今天都會帶大家去看一遍 基本上你來住這間康橋呢 我相信你一整天都不會餓 來這裡就是豬豬養成計畫 如果你住超過一天的話 我相信你基本上已經可以從早上 一路吃到晚上 宵夜 因為它雖然說沒有中午跟下午茶的時段 但它的咖啡冰淇淋跟餅乾都是 24小時的 24小時啊 對它其他東西是24小時 如果你是成人的旅客啊 它還會有那一張那個好像是 一人一杯酒 反正呢這一間的服務是非常的多的 尤其是在吃的方面 讓你吃好吃滿吃撐走出去 那另外啊它還有其他的服務 我們再下去幫大家介紹一下 對它超多的 我們先來看房間 往下呢它就是有吹風機 跟茶包還有咖啡 那它上面就有衣架 我覺得衣架放這個不錯 就是不會讓你忘記你的衣服 當你check out的時候 那旁邊就是有冷氣遙控器 那它這邊呢有個辦公桌兼化妝台 那這邊它其實插頭算蠻多的 旁邊呢就是總開關 所以就不用騎啦 直接那裡關就可以了 那床的話呢看起來就是180乘180的 就是大的 對沒錯 枕頭的話呢 好像有點扁 算扎實不會太軟 但是有點扁 如果覺得不舒服 明天早上跟大家說 床的軟硬度我覺得OK 算是偏硬一點 是我喜歡的硬度 這有大人的東西耶 哈哈哈哈 好我放回去 這一間呢它房間沒有很大 但是它外面還有一個陽台 欸可以走出去耶 只是這陽台是幹嘛的 因為它不能抽菸啊 對啊然後幹嘛的 很像住在套房裡面耶 外面感覺很像是那種一般住宅 我感覺好像是在住戶喔 對啊我剛打開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好像是這裡的住戶 感覺超奇怪的 哈哈哈哈 好像我住在這裡一樣 欸我很少住過Hotel 是可以出去的耶 欸重點是外面也沒什麼東西 而且還緊領住宅的那一種 對它的密閉性很好 欸對打開聲音很大 但是關起來幾乎沒聲音 很安靜 很棒耶 電視就很大啊 對真的大 這是我的手 你看有多大 超大 這樣配起來覺得視覺效果很讚 那我們就介紹廁所 這是他們廁所 他們廁所第一個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他有準備廁所拖鞋 像我這種有潔癖的就可以用 對 下面就是有浴巾毛巾 下面的話就有提供牙刷牙膏那些 兩個杯子洗手爐 它這邊的話呢是提供免治馬桶 Panasonic 那裡面的話是一個乾濕分離的浴室 我剛進來的時候我想說浴室在哪裡 因為被門遮住了 完全死角 它浴室有點小 但是我覺得還行 武藏俱全 它基本上乾濕分離我覺得做得蠻紮實的 對我覺得環境真的看起來很乾淨又很新 它的蓮蓬頭呢就有一種 就是從上面直接灑下來 或者是你可以拿起來這樣裡的 有花灑 對 那它旁邊就是有洗髮乳 沐浴乳跟護髮乳 我看一下 對啦 認識精差不多啦 我都沒有在用 好那我們就趕快下去看有什麼吃的 對 下次它下午茶時間 對 走 這裡就是它的一樓 它的一樓區域呢 應該就是早餐跟宵夜 還有下午茶 就是共用同一個地方 然後每次開的區域可能就不大一樣 它這邊就是有提供冰淇淋 我剛偷看人家是杜老爺的 還不錯 嗯 它口味很多 對 口味的話應該是有 八種 我看那裡好像有八個 然後除了杜老爺的冰淇淋外呢 它還有兩個看起來很厲害的咖啡機 旁邊的話就是有茶包 茶包的口味還蠻多種的 看起來都蠻厲害的 那在隔壁呢 它就是有這個餅乾啦 它蜜餞 還有一個這個中級有麥芽糖的 覺得好棒喔 怎麼會 覺得開心 嗯 然後旁邊還有果汁 有兩種口味的果汁 我覺得東西好像比台東 我們上次去的那個少一點 喔 上次吃的那個什麼 餅乾有一整櫃的 對 我記得餅乾超多 好像還有雙琴 可是那時候餅乾吃覺得還好 好像有淪淪 對 然後還有蛋糕 可是蛋糕也覺得不錯 好像在吃冰箱味的蛋糕 記憶一樣是這樣 可能這裡就走比較精緻一點的路線 嗯 而且它這裡的環境非常的漂亮 很像咖啡廳 對 而且是年輕人會喜歡的那種風格 很舒服 超美 陽光灑進來一整個超美 然後這邊特別講一下就是 訂的這間的方式不太一樣 我們是使用國泰四華Cubic 跟Agoda的聯合網站去訂的 那它就是國泰四華的一個優惠方案 好像可以除了它原本的 國泰四華信用卡的優惠以外 還有一些房價跟打卡折 這不是業配 這只是我們的方式 對 我訂的時候突然發現 欸 好像我比較便宜 那這個優惠呢 我看是到今年年底 12月31號吧 是跟Agoda的優惠活動嗎 但是你不能直接在Agoda的網站上訂 你要點他們的專屬連結 我在下方會提供給大家 啊 記得從下方訂 這個我們也沒有賺取佣金啦 就只是告訴你一個方式而已 對對對 啊 如果你不想按我連結沒關係 你也可以自己搜尋 AgodaX 然後國泰四華 然後你吃下面那個連結 你也可以看跟我一樣啊 那我們就是先來這邊吃下午茶 然後等一下帶大家看一下其他的公共設施 包含不用付錢的洗衣機 和停車場 好 等一下就帶大家走一圈 這是可以租腳踏車的地方耶 這個就是他們停車場 你呢 就是開進來的時候先停在這邊 然後按旁邊的這個紅色按鈕 然後跟他講的是住客 然後他就讓你進去 那他們的洗衣房呢 其實就在停車場的隔壁 要從大廳門口走出來 右轉 你會看到腳踏車 再走過來 你就看到這一些洗衣間 然後就用你的房卡開 這麼酷 就進去了 那他洗衣間呢 就跟其他空橋一樣 上面是紅衣的 下面是洗衣的 你呢就是把衣服丟進去以後 寫上你的房號 那我記得他有提供洗衣金 對 整桶的跟沙子一樣 對 洗衣金 那你洗完的衣服呢 他還有這個乾淨的袋子讓你裝 超貼心 洗衣烘衣免費 然後又附那個洗衣精 還有袋子 然後還有洗衣袋讓你用 真的讚 那等一下就是7點吃宵夜晚餐的時候見吧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晚餐真宵夜 那他的餐點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雖然選擇沒有那個台東的多 但是比台東的精緻對不對 我覺得精緻很多耶 因為他還有兩種口味的馬德蓮和可麗露超誇張 這居然有味 感覺好像還不錯 而且他還有每一間房間兩杯啤酒 或者是一杯汽水 就是看你怎麼選 所以我們選了兩杯啤酒 1號跟4號這個口味 那他熟食的話就有這個關東酒 就有小雞腿跟雞米花 然後還有壽司 我覺得這應該是甜點吧 這應該算是下酒菜吧 那這是多利多汁還有沙沙醬讓你沾 那我們就先吃 那就明天早上早餐見囉 對就帶大家看早餐 現在是早餐時間了 那早餐呢 他開的區域是昨天晚上沒有開的地方 選項我覺得算蠻多的 就像我們有點這個義大利麵 他的麵包類啊我覺得也蠻多的 而且還有很多果醬 然後還有棉花糖煉乳那些的 我覺得整個種類來說算很不錯了 那他除了這一些早餐多出來的東西以外 下午茶那一些什麼冰淇淋啊飲料也都還在 所以選擇呢一樣非常的多 不過他飲料旁邊好像有換熱豆漿 這應該是下午茶沒有的 對跟之前的台東是真的很不一樣的感覺 他的餐點吃到現在我現在覺得非常的精緻啊 是好吃的 從昨天晚上的宵夜到現在的早餐 還有下午茶都是好吃的 所以真的是會讓你來這間就不會有餓的感覺 對 好那我們就先吃吧 那現在是早上了 房間文化不是原本的飯店 是其他飯店 因為那天早上的時候出了一點事 跟康朝沒關係 對 那這間康朝曼女兒啊 他的優點我覺得蠻多的 他的地點啊不是在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雖然不是說什麼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非常好到達的地方 但是其實也沒有說很偏遠 那他的對面呢就是有一家星巴克 雙人房最低價格我們查到就是1,105元 那如果再配合了國菜是怎樣 優惠不是更便宜嗎 有可能 那他這個價格啊 他是有24小時的點心吧 還有宵夜還有早餐 通通吃到飽的服務 所以我覺得以CP值來講真的是非常的高 我相信康朝應該是不少人心目中的那種高CP值旅店啊 對啊他可以從早到晚一路吃到飽欸 對啊如果你不介意你沒有吃到當地特色美食的話 其實這一間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擇 那他房間呢也非常的乾淨 整潔度也夠 設施也都蠻新的 也都是設計的很有巧思 以美感來說應該算是康朝數一數二的 對啊我們住過台東的康朝 相較之下的話這間就是比較新啦 但台東康朝其實也不錯 每個康朝我覺得都有自己的特色 那其實在全台灣有蠻多的地方都有康朝 台南也不只有一間 他餐點都是提供吃到飽 可是我覺得他的選擇沒有很多 但是他的精緻度是夠的 跟上次我們吃到那個康朝啊 那個餐點的美味度跟精緻度 我覺得是有在大大的提升 那他還有那個洗衣 烘衣免費以及腳踏車免費租借的服務 非常的棒 停車也是不用錢喔 對反正就是你住進來 什麼都不用錢的感覺 對一路包到底 對然後缺點的話啊 就是他對內的隔音沒有很好 他就是清隔間吧 對他是清隔間 那時候我們敲牆的時候就覺得 牆是蠻薄的 可是他對外的那個建築物隔音是還不錯 就是他的氣密窗啦 蠻氣密的 他的浴室啊幹事分離也做得很好 水壓也非常的大 那熱水呢也來得很快 我也用他的花灑耶 蠻厲害的 真的喔 灑的你到處都是嗎 對 那這一間呢是鐵蟲隔音我是為了在來住的 好啦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記得按讚訂閱 shoutreat 就是掰掰